大家好,台湾又开始排护照了,给护照排名了 意思可自己了不起,台湾又排到中国墙去了 台湾最新的新闻奖,根据全球旅居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7号公布的2020年全球最佳护照国家免全国越多排名越高 排名啊,日本蝉联第一名,新加坡去资居次 德国南韩,就是南朝鲜,韩国第三名 台湾排在第三十三名,去年是第三十名,下降了三名 中国大陆排在第七十名,这牙齿台湾人自信心爆棚啊 我们护照好使啊 欧盟于7月1号重开边境了 公布首批开放名单,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美国,巴西,俄罗斯,因为疫情不当被排除在外 所以呢,这个美国啊,他这个自由度就让人个减轻了,排到第七名了 美国护照只能排到第七 然后美国公民呢,现在自由旅行那个程度啊 与乌拉圭和墨西哥公民差不多了 很多国家不让美国人入境了 这个疫情啊,把很多护照也拒之门外了 那台湾呢,现在这个 对这个护照啊,我觉得产生一种奇异啊 以为这个护照是台湾的厉害 以为这个台湾的护照是台湾人的厉害 你错了 你看我啊,跟台湾人说一个逻辑 你不服都不行 真的台湾 你啊,你说这个台湾护照排到30是什么 33是什么,是台湾人的功劳 因为台湾的功劳,你错了 你要不信呢,台湾人你做个实验 你把你们台湾这个护照上 China,Republic China,你给它遮挡掉 就用台湾,你看你那护照能有多少国家认 对不对,这你就知道了 是你台湾厉害,还是这个Republic China厉害 如果你啊,你可以做实验呢 你把Republic China,中国给挡掉 你用台湾这几个字 你如果还能去别的国家 还能一样好使 就说明什么 你排33名啊,是你台湾的功劳 这逻辑没问题吧 如果你把那个台湾几个字 台湾两个字挡掉 或者贴个贴纸 你就用Republic China 你看你还能不能走33个 对吧,排名33 那你就知道是谁的原因了 是因为台湾,还是因为Republic China 这逻辑多清晰啊 你排33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台湾这几个字吗 不是吧 我觉得是因为China 上面写的China 所以你台湾呢 你这护照排33是因为China 那不是因为台湾 好